小麦麵粉 配料呢 是我们的有海苔 有我们的豌豆 有豆腐丝 有白萝卜丝 有胡萝卜丝 还有银芽菜 还有冬笋丝 还有猪后腿肉 还有鱼段 还有虾仁 我们取一个盆 把面粉倒到盆里边 好了 我们准备了一碗温水 这个讲一下 温水在七八十度 配好 我们的面煮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烤春饼 好了 安板上面放上面 把我们做春饼的面 揪成劲儿 银行 然后再放开 我来尝试 我来尝试 好 我来尝试 好 注意啊 我们这上面要刷油 每一个上面都要刷上油 注意看啊 两个合一个 好了 我们用擀棉棍儿 我们用擀棉棍儿 把我们这饼给它擀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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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现在春饼已经生皮做好了 我们开始烙 好了 温度180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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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我们给它翻一下啊 注意不要颜色啊 只是烙熟 巧边了 我马上就熟了啊 好了啊 我们的饼呢就烙好了 好了 不要有颜色啊 也不要有嘎味啊 也不要这个啊 好了 关火把我们的饼取出来 好了 好了 现在呢 我把这饼揭开 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我们的饼一揭就揭开了啊 找它的缝儿啊 一揭就开了 好 好 好了 我们的春饼呢 现在就烙好了啊 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放在上面 下边我们换一个炒锅 我们把我们所配的料都要炒熟 我们换一炒锅 把我们所有的馅料要炒一下 在炒这个料之前呢 提醒大家一个注意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饼烙好以后呢 一定要准备一个这样的湿子 踢布盖上 以免这个饼呢 干了以后呢 再卷菜就不好卷了 啊 我现在开始炒我们的馅料 好 我们把火点到 好了 锅里放适量的油 好 擀成小火 放入葱花 蒜末 煎香 猪腿肉煎熟 鱼肉段 好 好了 放萝卜丝 还有我们的豆腐 油豆腐 鲍斑豆 好了 改小火 我们放酱油 好了 放料酒 好了 放少许的盐 下边把我们的冬笋 银牙丝 还有虾仁 炒 好了 关火我们的馅料炒好了 好了 取一盘子啊 把我们的馅料呢 盛出来 把我们的馅料呢 量一下 我们就可以卷饼了 好 现在呢 我要把我们的海苔也切成丝 好 现在呢 我要把我们的海苔也切成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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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这个海苔四呢 我们切好了也备用 一起卷饼的时候 我们把它卷在里面 好 准备好一个盘子啊 我们准备 卷我们的这个 春饼 好了 现在我给大家卷一个春饼啊 我们把这春饼拿过来以后呢 这面记住 我们要跟案板对着 烙的这面呢 是卷菜 好 好了 你看 我们馅儿放好以后 我们这春饼卷一下 注意啊 这口一定要压住 卷成油 摆在这个地方 好了 我下边呢 用一双筷子加 我们这个呢 不太好用啊 准备一张快 好了 我们把它卷起来 好了 压住这口啊 我们再做一个啊 我们再做一个啊 好了 好了 我们的厦门春饼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 营养丰富 饼皮 有劲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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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